反拍推球 动作的就是准备的要领 还是跟你的勾球跟挫球是一样的 你一定要脚步到位拍子伸出去 然后在球快击落到你的拍子的时候 往外微微一收 然后用你的大拇指顶出去 这个顶的这个角度 你可以多一点越多越好 你不用不用害怕 不用收着 就是其实是这个球 大家很怕就说你顶得太多 就会容易出界 但事实是你顶得越多 你的球才越好控制力度 就是我前面会说到的 这个收少打多的这个原因 收了少是让你的动作更隐蔽 打得多是让你的球飞行的更稳定 所以说大家推球的时候 一定要在球快击落到了那一刻 再去收一点点 然后快速的用你的手腕 加上你的大拇指 配合你的手腕闪动 去把这个球推出去 找准球头是最重要的 看准你的球头 让你的球头准确的飞到你的拍面上 快飞到的时候 收一点点 用你的大拇指顶出去 多一点 没有关系 对 对 对